旅行是會上癮的 走吧 我們去世界看看 從14區的民宿出發 我們先走去街口的麵包店買早餐 這家麵包店滿早就開了 裡頭有很多選擇 用料豐富又好吃 今天一早出發前往巴黎地勢最高的區域 蒙瑪特 聖心堂 由石灰岩建造的羅馬拜暫停風格建築 外觀仿造當時位於 君士坦丁堡的聖索菲亞大教堂 坐落於巴黎北部的蒙瑪特高地上 是眺望巴黎全景的絕佳地方 從高處可以看到巴黎優雅和弦的奧斯曼式建築 將巴黎城市之美勁收眼底 教堂內部成十字型 以拜暫停風格的馬賽克裝飾 原頂有巨大的基督聖像 進去參觀聖心堂是免費的 登頂就要另外付費 這裡有許多名人的巷弄可以探險 還有很多商店紀念品店可以逛逛 可以找得到許多神具蒙瑪特特色的紀念品和明信片 小秋廣場 位於聖心堂的西側 曾經是行刑的場所 19世紀開始許多畫家聚集在此 碧卡索 飯谷都曾居住在蒙瑪特進行創作 廣場中圍非常熱鬧 聚集了不少畫家 有許多校香畫的畫家正在幫遊客做畫 從素描油畫到卡通畫都有 建議來到蒙瑪特可以留個半天的時間 因為這一區聚集不少景點 街頭藝人和藝術家 充滿濃厚的藝術文化氣息 是相當值得逗留和細細品味的地方 漫步蒙瑪特巷弄有不少街頭特色塗鴉 那邊有紅鶴和彩虹爺爺 但在欣賞同時務必注意自身財務安全 因為這裡的治安不太好 還要特別小心幸運神檔 簽名檔爬手等等 路過一間餐廳的露天座位 區有一隻柴犬爺 陪著主人來餐廳吃飯 好可愛唷 有跟彩彩的主人聊 我們在台灣也有養彩犬 在遙遠的巴黎也能摸到彩犬 真的很幸福 愛滋牆 位於耶涵里特斯城市公園的重要景點 就在阿貝斯地鐵站的不遠處 由612塊深藍色髮廊熔岩瓷磚拼借而成 上頭寫滿了250種語言和331種字體的我愛你 結束半天的蒙馬特之旅後 我們坐著地鐵回到巴黎市區 準備前往下一個景點 避卡索美術館 避卡索美術館 位於巴黎馬黑區 裡面收藏為數眾多避卡索的作品 使用巴黎博物館通行證免費入場 庞碧度中心 以現代前衛的建築外觀 座落在歷史建築環繞的馬黑區 由當時的法國總統喬治庞碧度 在1969年下令興建 為了紀念戴高樂總統 帶領法國擊退希特勒的功勞 史特拉文斯基廣場 介於旁壁度中心和聖美禮教堂中間 有很多色彩繽紛長相奇特的 裝置藝術和機械力裝置 呼應旁壁度中心奇特怪異又多彩的結構 香線歷蛇大道 被譽為巴黎最美的街道 沿路有許多名牌商店 百貨公司餐廳和電影院等等 是逛街購物的好去處 結束待在巴黎最後一天的行程 我們回到民宿附近的超市採買 要帶回去台灣的戰利品 有好多餅乾零食看起來都好好吃喔 可是行李空間有限 只能斟酌採買了 都晚上了天還沒黑 也因為昼長夜短讓我們有更多待在外面的時間 太晚回家都不怕了 吃完好吃的布丁後開始來擋包行李 短暫的英法之旅就這樣結束了 我們待在巴黎的這幾天 住在時事區位於零樓的獨立套房 是間百年奧斯曼古典建築 裡面有小小開放式的廚房 還有架高的雙人床 下面有一張小沙發床 還有小小間乾絲分離的衛浴 離地鐵站很近大約步行3分鐘 生活機能非常便利 街口就有超濕和麵包店 今天巴黎是個晴朗的好天氣 可惜我們要趕去機場了 從民宿出發步行10分鐘到路面電車站 坐一站再轉RER前往機場 建議搭直達車只要停靠7站就可以到機場了 因為RERB是貫穿大巴黎的快鐵 有不少遊客搭乘 所以容易吸引扒手要特別注意 如果搭到站暫停能多複雜且要花比較多的時間 抵達機場記得先去辦理退稅 退稅單要事先填寫完整 建議每一張都要拍照留底 退稅商品也一起備託好 到時候再一起交給海關辦理退稅 或使用電子退稅機器刷條碼 如果刷不過再去海關排隊用人工蓋章 如果有退稅單上的疑問 機場有服務人員可以幫忙檢查 確定完成退稅手續後 就可以把退稅單放入信封袋投入油桶 回到台灣發生退稅上的問題 都可以透過退稅網站提供之前拍的退稅單進行處理 我們的班機原本是下午3點35分起飛 結果延誤到傍晚6點 有發餐券給我們 看一看選擇去吃麥當勞 沒想到法國的麥當勞有很多特別的口味 還有賣馬卡龍葉 我的船身 可能會有冒险 要多點 採用 年纖維 拾行 有 後 妹妹 妹妹 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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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 祝贅 祝贴 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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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